在大盾山每年都有近200吨的格外品 然而许多小农想改变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找人 于是我们在去年帮助小农开发 喜事、农废再生品牌的基础上 持续地协同当地小农 同时带动更多的团队 共同执行大盾山四季农废循环DIY课程 利用柑橘格外品风潮残渣 以及废弃离碎枝条 开发了三种不同的DIY体验 并汇准出相应的课程教案 在课程教案的推广下 我们成功与新竹县及台北市的多家国中小学 夏令营团队以及工作室达成合作 共同推广农废DIY体验课程 并透过远在丽江的朋友 也将课程推广到了云南丽江的多家民宿 成为当地游客的体验活动之一 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共同持续 朝环境永续迈进 我从未来新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